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男士钢甲烫如何去操作 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头发的法治 头发的话之前是烫过很多次 有点毛躁 那么今天的话想要给它烫一款 比较卷的一个钢甲烫 话不多说直接软化梳直 因为这边的话我想要它的发尾会比较直 有竖刺感 头顶有卷 软化六成直接冲水 用快速烫烫卷 先分一个二分区 然后我们会选择使用皮卡路 对它底须进行一个纹理的一个制作 每一个发片我是分了1.5公分 因为这位顾客想要非常卷的一个效果 区分得越大 效果越自然 反之区分得越小 扭得越紧 烫出来越蓬松 头顶的头发的话 我们要提搭至垂直于头皮90度的去卷 这样的话才能烫出更蓬松的效果 每个发片的发尾都是跟随头行向下 视频细节很多请耐心观看 侧面使用皮卡路发尾往右甩的方式上杠 可以发现我们探钢夹上的地方 所有的发尾都是朝下滤顺 60度加热8分钟直接定型 快速烫不用冲水直接定型 我们在上的时候一定要每一个都用手去捏一下 这样上完就会更透 等待8分钟直接冲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洗完之后的效果